首次有檢出社區感染的本土的Omicron BA.5的個案 BA.5正式入侵到社區 這位二十多歲女子明明沒出國 沒想到五月中感染一次 當時無症狀 直到七月三號跟四號 同住父母快山羊確診 她也開始流鼻水 不論快山或PCR都是羊性 不僅被認定是重複感染 竟然定序出感染了BA.5 也有在工作 也有社區的一些活動 所以目前是不是從社區 還是從職場這邊感染過來的 還有在進一步的去監視 但初步認為是家庭群聚感染 因此同一病毒株的機率很高 除此之外先追蹤五位接觸者 快篩雖然陰性安全起見 還是會做PCR並且監測身體狀況 高度疑似為Omicron BA.5的本土家庭群聚 那目前這個是社區感染 即便國外研究認為 感染過BA.1或BA.2再感染的機率 比沒感染過的機率還低 但傳播力還是不容小覷 有確診過 那大概在三個月內 這個仍然會具有大概八成的一個保護力 畢竟現在本土還是緩降 十五號新增兩萬五千兩百二十三例 新北最多有四千多例 至於死亡有一百一十四人 兒童Mis C也在增加四個人 年紀最小的是七個月大女嬰 由於有水腦症狀 開刀後還在加護病房觀察 另外有一位三歲女童已經出院 以及八歲女童跟十歲男童 病況好轉還在一般病房治療 不過針對兒童腦炎 有醫師認為變異株BA.2.3.7 四月以來百分之九十 以及兒童重症多數都是這個變異株 但是否就跟腦炎有關 指揮中心疫情中研院國衛院 進一步分析 認為還需要更多資料佐證 Tibet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